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Wars渲染入門篇 那這邊所要介紹的是一個渲染擬真的功能 那其實在沙利Wars有一個附加功能 PhotoView360其實也可以做到這一塊的 那這邊可能有人看過說 有一些圖就是透過一些別的軟體 把它變成一個比較仿真的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渲染寧真的一個功能 那可能你沒有學過的話可能比較難以入門 那其實沙利Wars它內建就有這個功能了 而且它用起來是蠻輕鬆的 雖然說一開始入門可能沒有辦法運用的那麼的漂亮 但是它的功能已經足以讓你的圖變得更凝真 變得更棒 那要怎麼做呢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要介紹一下PhotoView360的環境 那我們如果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話 我們要怎麼把它開啟呢 我們從工具的附加功能 點開來之後呢裡面會看到一個PhotoView360 把它打勾之後把它啟動按確定這樣就可以了 那啟動完之後呢我們就會在上方列 或是最上層這裡看到一個PhotoView360 那上方列呢它會顯示的是計算影像工具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看到PhotoView360它的環境 那這裡呢有幾個指令 像是編輯外觀或編輯全景 編輯外觀的意思就是我們零件的外觀 全景就是它的背景 以及說我們預設要讓它顯示出來 以及說PhotoView360在計算的時候的一些選項 那最終呢是做計算工作 那這邊呢就先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這裡呢有一個編輯外觀 你可以從這裡或是從側邊這裡也可以 那如果是從側邊這裡的話 那裡面會有一些材料可以去選擇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這邊呢就先讓大家去嘗試跟了解一下 接下來我要示範的是編輯外觀 那這裡呢有兩種方式 那我第一種呢先來做示範的是 直接用材料去做編輯 那這裡呢我假設是以這個拋光青銅 我把它點兩下之後直接顯示出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再來呢我來示範一個是直接編輯外觀的顏色 像這裡你可以在這個面上點下去之後 然後按這個編輯外觀 按進來之後呢它就會跳到這個調色盤的一個畫面 那這裡呢你可以去選擇 一般可能是選標準的或是你做自訂的 那這邊去選顏色呢它就會做改變 那這裡呢為了節省時間呢我已經 視線已經做好了 那我就直接跳到這個畫面 像這樣子用調色盤的方式呢把顏色選出來 這兩個呢在渲染Photobu360後續呢它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就先做到這一步 等一下再來教大家怎麼去預覽視窗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預覽視窗 那這裡呢有兩個方式可以預覽 一個是在Study Wars呢整個畫面預覽 另外一個呢是預覽視窗 它會顯示一個小視窗來預覽 那我們是要預覽什麼呢 就是Photobu360 渲染之後最終的結果 雖然它不是一個真正最終的樣子 但是它可以粗略的把它預覽出來 這樣子呢我這邊呢的示範會以這個 預覽視窗一個小視窗來做示範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跟Study Wars裡面來做比對 那我們也可以在看最終的結果的時候 來做一些調整角度 那看我們最終是要什麼樣的角度 以及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這邊在開啟的時候 會可能跟你的電腦配備會有一點關係 如果電腦配備不是那麼的好 你開啟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慢 在旋轉或是在做角度的時候 可能也會變得比較慢 這邊就大概要注意一下 那為了節省時間呢 我先先事先把它打開來 像這樣子把它預覽出來 那各位看一下 那我在移動的時候 它這邊的預覽呢 也會跟著做移動 我把它轉動比較大的角度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像這樣子 都可以把它預覽出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角度呢 去調整一下 那這邊呢 各位先做到這裡 那等一下呢 再來教大家怎麼做設定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選項的設定 那這裡呢 我們在做計算之前呢 我們這邊先來做一個設定 我們從上方這裡呢 會看到一個選項 把它點開來之後呢 會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 你可以去設定它的輸出的影像的大小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做選擇 你可以用沙利或是視角 或是這邊有一些大小 那這邊就讓各位去嘗試 那你也可以做自訂 那這裡底下呢 還有幾個設定 像這裡 你預覽的跟最終呢 是要用良好還是說最佳 等等的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你如果是設定月最佳或最大 它的時間呢 會變得比較長 那當然計算出來的結果會比較好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評估一下 以及說你需不需要去計算它的輪廓 那這邊我的習慣是不計算它的輪廓 這樣看起來呢 是比較 外觀比較美觀一點 那當然不一定啦 有的人可能會喜歡有輪廓的 那這邊就依各位的喜好去做設定 散交啊 或是一些 光暈啊 等等的 這邊就讓各位去嘗試一下 那這邊呢 大致上我的設定是這樣子 那就直接按打勾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能有時候 會覺得說它的表面呢 看起來是比較暗一點 那你可能需要去增加一些光源 我們從檢視這裡 這裡有一個光源機 攝影機裡面 你可以去加入一些光源 或是一些日光 那這邊呢 我的做法呢 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這邊 如果要去做光源的話 我會 比較 花比較多時間 那這裡呢 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 假設這一個呢 是一個組合鏡的話 我就會讓它變成一個 一個次組件 組合鍵裡面 再插入一個組合鍵 然後呢 讓它是 沒有固定的 那我這邊呢 我就會開啟 這一個 預覽四川 我去做旋轉 我去尋找說 哪一個光源 是我要的 假設說是 我先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這個光源 是我要的 那我希望它的臉呢 正面是朝向它 那我就會從這裡 直接移動我的組合鍵 讓它面向那個光源 我是用這種方式 來做調整的 那這邊當然是 要它去重新計算一下 假設是這樣子 那我再一次把它面向過來 好 假設這個樣子呢 最終是我要的 那這樣子 我直接在組合鍵這裡 做旋轉呢 可能會比較直接一點 那這邊呢 當然不一定 有的人可能 習慣是用 光源的角度 來做照射 好 這邊就一個人喜好 那這裡呢 就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假設這樣子 我把它調整一下 我的角度 以及它的 至中 或是大小 好調整完之後 假設這樣子 是最終我想要的 那這裡呢 就直接把它按 最終影像計算 把它按進去 好 讓它計算出來 計算完呢 結果就是我們要的了 好 那這裡呢 它就開始做計算 好 那這裡就要等它一點時間了 好 那這邊呢 大家就去嘗試一下 等一下 總結的時候 我會再來做說明 這邊呢 我來總結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所示範的 物件呢 最終渲染出來的結果 那我讓大家比對一下 沙利沃斯裡面它怎麼 表現出來的 以及渲染出來的 看起來整個質感是提升的 那這邊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的指令都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的 那差別在於說 我們在預覽 或者是在最終計算影像的時候 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其實呢 它是非常好入門的 學習上是不會太困難的 當然如果要更多元的 要渲染得更漂亮的 裡面還是會有很多技巧的 那因為這邊是入門篇 我就不再探討 那這邊呢 我們來複習一下 一開始 我們預設的時候呢 要編輯外觀 那你可以是用材質去編輯 你可以用調色板 那這個物件呢 我是使用 它預設的 然後我沒有去編輯它的材料 而是使用調色板 把它調出顏色出來 那以這樣的方式 直接做計算出來 那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其實 PhotoView 360呢 我們在入門的時候 是不會太困難的 差別在於說 我們的 電腦的配備 如果不是那麼的好的時候 做起來是會比較慢一點 那這邊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